大家好,我是二嘉 今天我们开始讲动作类 动作这一类一共包含12剂 第七剂,让对手承认得多于必要 第八剂,提出挑衅问题 第九剂,打乌鱼战术 第十四剂,自我宣称 第十五剂,假动作 第十六剂,挑衅 第十八剂,中断讨论 第十一剂,与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称 第十七剂,火上加油 第十九剂,转移目标 第十四剂,针对弱点穷追猛的 第十八剂,人身攻击 这一类属于花招,偏向奸诈狡猾的手段 有些是针对对手 有些是为了让自己摆脱困境 第十七剂,让对手承认得多于必要 当我们的主张叫缺乏证据时 可以扰乱对手的思绪 弱化对手的理智 让对手的大脑疲于奔命 而看不大我们的漏洞 借机偷渡我们的主张 方法就是不断提出不必要的问题 来混乱对手思绪 例如,某市长想要积极举力违建 执行者想要反对 却找不到什么好理由 并用一连串问题来扰乱市长思绪 违建的情况有很多种 市长有通盘考虑吗? 积极举力违建 万一积极重大民怨 市长要辞职下来吗? 违建的标准有统一吗? 如果保证顺利执行呢? 比头难道不会有毛利吗? 市长急着想拆违建 有没有先反省 最近的政策有哪些弊端呢? 思绪被预备问题混淆时 会忘记重点在询问反对理由 一旦回答下去 搞到最后可能变成 积极取缔违建是错的 第八季提出挑衅问题 书伯娃说 把对手惹毛 一旦陷入愤怒状态 对手便无法正确地 做出判断与认知自己的优势 原来说就是激怒对手 让对手思考力减弱 例如 某市长任命小明为秘书长 执军者便说 你这样根本是胡乱用人 小明到底给你多少钱 市长一旦被激怒 就容易讲错话 让别人有机会 剑捧插针 再例如 小明碰任比赛拿第一名 小华以卸位分数之差 拿第二名 小华觉得很不爽 便对评审说 听说小明爸爸 和你以前的同学 也很照顾你 你给小明教过分数 是在报恩吗 评审如果被激怒而讲错话 小华或许就有机会 要求重新比赛 第九季打乌鱼战术 这里应该翻成 打乌贼战术才对 因为乌鱼和乌贼不同 乌贼才会喷墨汁 乌贼遇到危险时 为了让敌人看不清自己 一片更快逃跑 就为喷墨汁 喷墨汁是为了掩护自己 乌鲚华说 这一季的重点在于 妥善地掩饰出招的过程 如果单就中文 打乌贼战术 一般的意思是 喷墨汁 泼脏水 万丢泥巴 让大家看起来 一样黑 企图混淆是非 但乌鲚华这一季 是要人用 绕远路的复杂方式表达 让人摸不着头绪 便不容易发现 自己真正的企图 弱点或要害 而达成掩护出招的目的 例如 小明是金叉掌的评审之一 好朋友小美 有入围最佳女主角 小明很希望小美能够得奖 于是在开评审团会议时 先聊到弱势族群 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可从被待弱势族群的态度看出来 东拉西者后又聊到单亲妈妈 说如果有单亲妈妈得奖 对社会是一种激励人性的正面示范 东拉西者后又提到 女主角在剧中若能展现 善良与正义的人格特质 会有教化人心的作用 最后投票时 很多评审发现 小美不仅属于弱势族群 也是单亲妈妈 在剧中更充分展现 善良与正义的一面 于是把票投给小美 让小美顺利夺得最佳女主角 小明用绕远路的方式 表达个人的想法 其实是在掩护 想让小美得奖的私心 第十四季自我宣称 这是用一种耍赖的方式 宣称双方已达成某种共识 而所谓共识 其实是自己的观点 自网而说 这个说是十分不要脸的耍赖 如果对手生性害羞或愚蠢 若我们自己则厚颜无耻 且讲话大声 使出这招便可千亿得手 例如 网航公公司员工 因为薪资与公事问题 积极罢工 劳资协商后完全没有共识 结果资方代表却在记者会上表示 很高兴协商也有重大进展 劳资双方都认为 旅客权益非常重要 应尽快恢复所有的航班 尽快恢复所有航班 是资方想要的结论 但资方便会和劳方 在薪资与公事问题达成共识 便自我宣称以达成共识 目的在引导舆论 聚焦旅客权益 来对公会施压 再举个例 小明和妈妈讨论 每个月要给自己多少零用钱 妈妈不想给太多 以免小明养成乱花钱的习惯 而小明当然希望妈妈多给一点 爸爸回来后 问妈妈讨论的怎么样了 妈妈就说 很开心可以和小孩 开诚布公的讨论事情 小明和我都认为 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非常重要 第十五季假动作 这是帮助自己摆脱困境的计策 如果对手指出自己的矛盾 而自己也确实无法合理说明 并可以用转移焦点的假动作 来误导对手 这里的转移焦点 并不是用完全无关的话题 来转移注意力 而是在被指出矛盾后 说一句和云莱主张 有点关联 而且比较合理的话 让对手想要乘胜追击 而否定这句话 这时焦点就会转移到 这句新的话上面 刚才被指出的矛盾 会并成好像是误解一样 例如某部长在谈论武器采购时 被问出矛盾 似乎采购方式 有受到个别军火上影响 部长就说 总之 不管怎样 还是要看部队怎么训练 我们尊重部队的作战训练专业 咨询者如果得意忘形 想要乘胜追击 说部长根本不尊重部队的作战训练专业 部长便成功转移焦点 可以仿佛说 我们一定尊重 绝不会干涉部队的作战训练专业 再举个例 小明和小华在聊男女平等问题 小明说 现在是男女平等的时代 无论是老公外遇 还是老婆红杏出墙 都应该用相同标准对待 小华说 你干嘛老公用外遇 老婆用红杏出墙 你骨子里根本就歧视女性 还谈什么男女平等 小明知道自己被抓到一遍 便开始装傻说 哎呀 其实还是要看夫妻之间 如何沟通 能否彼此尊重 就算老婆出去赚钱 老公在家 烧饭 洗衣 带小孩 也要尊重这样的生活方式 小明乘上追击 男人搭在家 让女人出去赚钱养家 这样的男人实在有够无纳 小明成功转移焦点 马上说 你觉得男女的家庭角色 不能互换吗 我看真正歧视女性的人是你吧 第十六季挑衅 第八季提出挑衅问题 也有挑衅两个字 但第八季的重点在激怒对手 这一季重点在制造原型不一的假象 方法则是反问 舒冠华举的例子是 一 对手为自杀辩护 我们可以立刻高喊 为何你自己不去上吊呢 二 如果对手主张柏林是个不适合人居的地方 我们可以立刻高喊 为何你不立刻搭最近的一班快车离开呢 言行不一是说一套做一套 例如嘴巴上说爱的教育 在家里对小孩却又打又骂 嘴巴上说男女平权 私立下却重男轻女 当你主张某种应该去做的价值 如果自己做不到 就是言行不一 但如果只是表达看法或喜好 就没有言行不一的问题 这一季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来制造言行不一的假象 主张仍有自杀的权利 不等于主张人应该去自杀 主张柏林不适合居住 并不等于主张居民应该离开柏林 不过这一季或许能让对手惊慌失措 或者在有群众时让群众拍手叫好 但对辩论帮助不大 算是逞一时口舌之快的计策 不过偶尔用一项 也是可以错错对手的锐气 例如小明说 我喜欢夏天 小娃就说 那你怎么不搬去沙漠 小娃说我喜欢冬天 小明就说 那你怎么不搬去南极 又例如小明说 游民也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小娃就说 那你怎么不去睡公园当游民 好 今天先讲前面六季 后面六季 下回接着说 那今天先聊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二家 我们下回见 同 alkal幅 有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